工程数学2的课程内容 那第二个学习的工程数学课呢 我们就只介绍两个主题 一个是向量分析 那我们会谈什么叫做向量 就是向量的概念 然后呢 介绍这个向量的运算 再来我们要利用向量来看这个 三度空间里面的直线跟平面的问题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种特殊的概念 叫做向量场 那跟它对应的就是纯量场 那这个其实只是 只是这个什么 我们把这个什么 函数这样的概念进一步的推广而已 向量场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什么 向量函数 那纯量场指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又会进一步谈到这个 向量函数的微分跟什么呢 积分 那微分的部分可能会 可能会谈到这个什么 偏微分 也就是说呢 这个函数是有什么呢 两个变数以上的函数 那积分的部分呢 积分的部分 我们只简单的介绍这个 就像这个什么 一年级的微积分课程里面的这个 不定积分那样子的问题而已 最后呢 最后我们要谈这个什么 谈四个跟这个 向量很有关系的这个概念 一个叫做方向倒数 一个叫做梯度 再一个叫做散度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呢 旋度 那这四个呢 这四个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工程 工程领域上面呢 有很重要的这个什么 应用的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主题 我们要谈到矩阵 我们会介绍什么叫做矩阵 然后它一些这个 很基本的这个代数运算 所谓代数运算就是加减 或者是说跟一个数字相乘 这样子的运算 再来我们会利用这个什么 利用矩阵来解这个方程组 这是一种所谓的线性方程式系统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会谈到 还有举证的这个字 就是对举证而言呢 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定义 还有呢 利用举证推广的一种运算叫做什么 行列式 那第四个我们会针对一种这个什么呢 针对一种特殊的矩阵 这叫做方正 我们要来看它的这个所谓的反方正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数字里面的 成法跟除法这样子的概念 还有这个 克拉玛法则 就是针对前面 谈过这个线性方程式系统 如果它只有一个解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克拉玛这个人 他这个 他发明了一种方法来找出他的解 叫做 那这个方法就叫做克拉玛法则 那第五个我们要谈这个 特征值跟特征向量 这是指 当然是指这个什么 这当然是指一个矩阵而言 就是 什么叫做一个矩阵的特征值 还有什么 特征向量 那第六个我们会介绍 这个一种 这个 很特殊的 对这个方正而言 是一种很特殊的运算 叫做方正的密次 也就是说一个方正的n次方 就像我们这个什么 一个数字的n次方 这样子类似的这个运算 那最后呢 最后我们要谈一种 很特殊的矩阵 叫做正交矩阵 那这种矩阵 在解决工程问题上 有很大的用处 然后跟他 跟他 跟他有关联的一个 这个概念叫做 这个 矩阵的这个 对角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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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